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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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场的工作者吧 虽然谭大伟和潘沙接触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但看上去已经非常轻易 那么连训当中语言不通的障碍究竟是怎么可能的呢 联训的第一天晚上 A联官兵坐在了一起 他们正在进行自我介绍 A联连长刘归和副联长塔努的身边都做了翻译 这足以表明语言问题仍是双方沟通的障碍 但没过多久 这个情况就出现了感官 同侧就是你 比利宗盛 阿佑 一首名 我叫三大 但是我是 维飞族 族长 记者注意到 在每名泰方参训队员的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 那上面用中文印着他们的名字和职务 虽然只有一行字 但他们大多练习了很长时间 你现在再来说一下 在使用对方的语言介绍过自己后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一下子会拉得更近 你现在在聊 谁已经没结婚的问题 帮我给他点看 你结婚了他呢 他没结婚 他没有结婚 他没有结婚 你又几个女朋友 你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结婚了 和语言比起来 使用手势似乎更方便一些 营长郑刚正在猜测 这名叫采瓦的陆军 准备擅长的专业 再持新机 其实这已经是中泰两国陆军展开的第三次联合训练 2007年中泰两国在广州展开了第一次联合训练 突击2007 第二年中泰陆军又在泰国清迈展开了突击2008第二次联合训练 而这一次在突击2010和前两次的联合训练相比 参训官兵的人数已经由最初的班牌扩展到现在的一个连 他们即将展开的反恐课目的训练 也是东泰两国陆军之间的又一次深入交流 这一天的训练内容是学习使用对方的枪支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这些特众兵战士们又该怎样教会自己的搭档呢 来 刚才他是怎么教你的呀 只是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吗 对肢体语言 然后我们大家会一点英语会一点泰语再加一点手语 然后就构成了沟通 两次都是他一起教的 然后两次教了就回了 主要是他非常厉害 很棒 谢谢 两个人在互相称赞 他叫段胜利 为了防止语言不通带来障碍 他还特意把翻译请在了身边 因为一会儿他的搭档沙塔将要代表A连和B连的另一名泰国战士进行一场920手枪分解结合的比赛 他必须让沙塔更清楚的明白每一道步骤 不过在A连B连的手枪分解结合比赛时周围的加油声似乎增加了沙塔的压力 他的动作明显慢于身边这位B连的战士 B连取胜的结果让沙塔感到了沮丧 他觉得自己是A连的人应该为这个新组成的集体争得荣誉 输掉比赛的沙塔沉默了 而他的这个表情也深深地记忆在了记者的脑海中 如此浩墙的沙塔后面的训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中泰双方参巡队员就要交换武器进行设计了 那么他们在设计习惯上又是否存在着差异呢 中方参巡队员首先使用泰方的860手枪进行设计 因为早已习惯了手枪的连续设计 子弹刚一上膛 他们很快就打完了 但泰方参巡队员认为 这有备于他们的设计习惯 原来和中方的设计习惯不同 泰方参巡队员在每打完一发子弹后 都会立即收枪并且关闭保险 只有听到再次设计的口令后 才会继续射击 那么泰方参巡队员为什么要一遍遍地收枪并且关闭保险呢 泰方使用的枪支保险的位置就在扳机的旁边 这让他们很容易做到 在完成设计的同时立刻关闭保险 这边就是扳机这边是保险 而且他打完之后 他直接就很方便就绑保险关了 对他们就养成习惯 就是不管你是干什么 哪怕我这些年车也是少说也好 我打一次 我必须关保险 我下次再来 我再开 而中方参巡队员使用的枪支 保险距离扳机位置较远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射击中对于安全的考虑 我们一样的也很安全 我们一边甩了这个枪管的上面也打不到 从A连连长刘归的表情中能够看出 使用泰方的八六式手枪声响极大 怪不得泰方参巡队员在射击时一直都是带着耳塞 不过当刘归完成第二次射击时 他已经带上了塔努的耳塞 从这个细节中不难看出 他们之间已经接下来深厚的友谊 那么第一次使用泰方带八六式手枪射击 中方参巡队员的射击成绩又会怎样呢 我们的成绩怎么样 有没有统队员出来了 西面统队员都达到火格水平 他是两发以上为火格嘛 今天我看了一下都是西面统队员的 我听说里面还有几名优秀的 五发五上 有几名 有六名 六名 可以说我们这个对于新的武器的学习 也是非常快的 对对对 几发瞄准的 巨枪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不过是枪不同意 那枪不同意 它通过它讲解 立马就很快地能够掌握这个技能 在射击训练中 中泰双方的射击姿势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而这种不强换手枪的姿势差异最大 关保险 我们快一点 我们打完 就可以出枪了 对因为我们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设计 棒棒棒 直接一出来 直接就可以把手放到这里 然后直接就可以出枪了 哪个更快一点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更快吧 他叫采瓦 今年39岁 泰国陆军准备 是这次泰方参训官兵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在刚刚进行的消换武器设计中 他也取得了令自己十分满意的成绩 即使设计训练还没结束 他已经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 不过 据采瓦的战友介绍 在他来中国训练之前 最担心的科目就是攀登 因为年龄偏大 他觉得自己的攀登成绩不会好 这一次连续 泰方参训队员年龄大多在25岁到39岁之间 平均年龄35岁 而中方参训队员要年轻很多 年龄高层 从我们这个参训的官兵来看 最大年龄就是营长 就是我33岁 最小的是19岁 我们平均年龄高层是24岁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比较大 因此双方队员在训练中也有着不同的条件 泰方参训队员大多有着极其丰富的训练经验 在泰国国内的训练 他们主要是以直升机滑舰为主 下滑动作是他们最擅长 但和采瓦一样 他们对攀登却并不擅长 而像中国军人这种手脚并用的攀登技巧 是他们最想学习的 他没想到我们中方是把手腿跟脚的力量 同时协调一次使人马上攀爬 所以他感觉非常好 他愿意学这个 在中方参训队员讲解完动作要领之后 泰方参训队员也都跃跃欲试 只用一根绳子就能快速爬上去 对他们来讲会是一道难题吗 因为手脚配合的还不够斜抬 泰国参训队员大多在爬到中途时 不得不选择放弃 而一只最担心这个课目的踩法 也终于鼓足勇气决定试一试 没有想到 一开始这个踩绳动作 就让踩法感觉有点难 在攀登上几米之后 踩法似乎找到了窍门 不过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力气爬到顶端 为了让攀杀掌握攀登的要领 谭大为想到了用枪作为道具给他讲解 他十分希望自己的搭档能够攀登到顶端 攀杀看上去发挥的不错 谭大为比自己攀登上去还要开心 他不仅攀登到了顶端 而且还骄傲的大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让他们觉得这种幸福也是值得的 你问他怎么样感觉 你怎么办?你没事吗?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们真是一位天上级非常好的战友 这是我的用战友 是非常遭遇的 但是 但是 感谢观看 虽然攀登对泰坊参训队员来讲有些难度,但这种模拟从直升机上滑降的动作却是他们的强项。 从泰坊参训队员的下滑动作看得出他们的速度很慢,而平时中国特种兵对下滑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但这一次他们在做下滑动作时,速度却也快不起来了,动作甚至还出现了变形。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原来这次中方参训队员使用的是泰坊的保护装置来做动作,和他们平时使用的保护装置有着很大的差异。 包括绳子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差异的,我们的绳子,可能他们的绳子可能比较粗糙一点, 就是下来的时候就慢一点,我们的比较光滑一点,下来的时候就快一点。 其实,除了保护装置不同之外,下滑动作的要素质也有所区别。 中国特种兵擅长从楼房上做下滑动作,他们用登墙来提高速度。 但这一次是模拟从直升机上的下滑,墙壁不可以被碰到。 然后我们是登墙的,他们是不登墙的,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台子,中间还有一个台子,按道理来说我们平时,像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台子的。 虽然双方在下滑训练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泰方擅长的下滑动作,中方参训队员做得还不够流畅。 但这一刻,参训队员都抱着积极探索的心态去训练。 很快,在中方参训队员逐渐改变下滑速度后,他们的动作也完全做到了顺畅自然。 为了检验直升机滑降的训练效果,当天下午,中泰双方特种兵就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激将训练。 此刻,这些从直升机上急速而下的特种兵们,早已经分不清楚中泰双方战士的差别。 他们动作的一致性和高度的协调性,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默契。 每一名特种兵,仿佛都在经历着一场真正的战斗。 从A连连长刘归和搭档塔努灿烂的笑容中,也不难看出,A连在这次战斗中发挥出色。 每天清晨,中泰两军战士并肩跑步的情景,已经成为了连迅营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出早操,这个曾经对泰方参训队员陌生的内容,如今也已经非常熟悉。 他们和中方参训队员一起,不仅步伐一致,并且还能喊出响亮的口令。 你根本分不出哪方是,是看的是哪方是泰方,基本上一看都是中国人,你们看都是中国人。 早操之后,在餐厅,很多泰方参训队员都利用早餐的时间在学习喊语。 那么,短短几天,他们的喊语又学到什么程度了? 随着训练的深入,搭档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 即使在餐厅里,他们也是亲密地坐在了一起。 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这一天的训练,也是对搭档之间默契程度的一次检验,因为这是一个两人协作的课。 这种丛林设计是泰方参训队员最擅长的。 茂密的丛林中,是他们展示设计技能的绝佳环境。 几乎每名泰国特定屏都精通于丛林设计。 那么,中方参训队员又会有着怎样的发挥呢? 潘大伟和潘沙已经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 你们两个之前有沟通吗? 有。 怎么沟通,都说了什么? 就是说,你负责打哪边,我负责打哪边,基本上就可以了。 一片野草,根本都没有走过的。 然后突然间一下子一个拔出来,然后这样就去打。 而且时间非常短,只有三秒钟,你还要完成两发子弹。 所以说,只有一秒钟,在一秒钟内,你必须要发现目标,然后两秒钟,必须要把两发子弹打完。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泰坊的丛林设计,但潘大伟却发挥得非常出色。 哪个品牙,你们俩? 我六个子弹全部上了,然后踏出五个。 潘沙看上去比平时沉默了许多。 因为在自己最擅长的课目中丢分,这让潘沙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跑一发弹就是,只要跑一发弹只能算合格,不能算游戏。 随着连续的渗入,中泰双方还将进行哪些高难度的反恐课目。 而面对训练中的不同差异,这些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战士,又会从对方身上汲取哪些宝贵的经验。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特种兵的握手,中泰陆军联合训练即时下级。 中泰陆军特种兵展开突击2010联合训练。 精英汇催的参训阵容,高难度的反恐课目,双方特战勇士将怎样各战风采。 面对训练中的差异,他们又将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 探引中泰陆军联合训练场,军事计时下期播出,各种兵的握手。 中泰陆军联合训练即时下级。